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这几天我在网路上看到一个 帖子 这个帖子是在说 到底是新派准的还是老派准 就是传统学跟新派的一个 新新学派的一个争论 当中当然各说各话 这种东西是永远没有答案的 其实各位 我不管你是学什么派别 还是回归到我们常讲的那一句话 你去实证 不要讲道理 讲道理来讲 各位 道理讲的是天花乱坠 批命呢 那简直是一塌糊涂 像 在这个状况下的时候 像之前我有一个客人 他就是怎样 那时候他就来问我 他到底能不能结婚 我是说你这个八字里面 你的财心备恒 但基本上我不建议你结婚 甚至你还会损失钱财 结果他去问其他的命理师 其他的命理师 就跟他讲 可以啊 你这钱合进来 这是属于你的 你可以结婚 结果到最后 所产生的情况是什么 他的钱被人家卷款而跑 而且他并没有结到婚 也就是说 各位 我才不管你是老派新派 我也不管你学的 学术有多久 各位 你要知道 在八字里面 你看人家都已经前程来问你了 结果你让人家是这个样子 你不会感到愧疚 所以 那时候这个人他就来 他隔年就来找我 然后他就说 老师真的都跟你所讲的一样 这时候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那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呢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是他认识里面 命理是最年轻的 我是他认识的 命理是最年轻的 所以他当时候其实就听听而已 等到事后验证了 也来不及了 他只能跟我拍拍一首 老师你真的很准 就这样子而已 可是各位 我们的这一些东西是怎么来的 我常常跟各位讲 我们都是在实际批命当中得爱 我们都是在实际批命当中去验证的 所以 为什么我一直要跟各位讲 因为今天我不管你学什么派典 你一定要验证 这种验证要怎么验证 各位你不要给我批十年以后 我跟你说你这十年会怎么样 十年以后 你真的知道他会怎么样吗 你永远没有印证的机会 我一直在讲 我们在批八字的时候 请你由短至长 由近而远 刚开始你不要给我批三年五年以后的事 三年五年以后再说吧 你给我批个明年就好了 你给我批个今年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时间很快就会到 到了你就会知道 你的对或错 你批近的 你不要给我批圆的 也就是说 你批一年 半年会准的 你再慢慢的去推到两年三年 再来跟他做一个大方向 你不要 都完全没有印证了 现在的人在批八字是不会印证的 他的印证是说你的个性怎样 你看吧 我就是很准 他妈个性跟他妈批命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接下来会怎么样 这才是重点嘛 你要不要解 接下来会怎么样 结果往往都只是流于批个性很准 他就自认为很准 结果给他批的客人 会怎样 个性准的运势完全不对 常有的事嘛 对不对 运势完全不对 但这样子是害人 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你一定要先有这一种的验证 先批个半年 然后等事后时间到了 跟我所批的是一样的 这样子 你这样子批个五个十个 你就会知道 有四个 有七个跟我差不多 那我的准确率大概在七成到八成左右 那你就会知道 我的批命的准度是在哪里 现在人连自己批命准度在哪里 都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他的批法就是个性 然后要批他未来 批的长长久久的 然后 长长久久就算了 根本就没有去追踪 他自己所批的是对或错 所以落到最后都是什么 梭里大王 梭里大王 梭苏书先生而已 梭里大王 梭苏书先生 所以写了一首好文章 批了一首烂八字 太多太多了 甚至我的学生有跟我讲过 他教的学生你知道 他去看了一个网路名师 然后他就说他要招生 他就去报名 跟就去学 结果他这个学生就八字跟他讲 结果 这么厉害的一个老师 他看不出来 他会怎么样 结果他就 到最后他就 算学完就算了 他说好像不实用 他就去找我学生学八字 结果同样的问题问我学生 我学生就跟他讲 就这两个课一课 所以你那一年会怎么样 他就进南 眼睛瞪了大 他说这么简单 各位 一个说书先生 你怎么问 可能 变成魔力两可了 可是他不是 在跟你讲的时候都很肯定嘛 怎么在批命的时候变魔力两可 然后呢 去问我学生 我学生就说 就是这一边啊 这边 所以你这一年会怎么样啊 他竟然 同 他就说怎么可能 这么简单 各位 这就是 什么 你有没有实证吧 所以现在很多的 老师 其实大多数都是说书先生而已 并不是真的会批八字 也就是说你叫他批八字的时候 跟他在影片当中 那一种不可疑似 你会发现到好像这样子 好像又那样子 变成是魔力两可的一种现象 那为什么会这样 各位 那就是没有实证 那就是没有实证 所导致他只能够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编个故事给你而已 所以你要落到这样吗 你要跟人家学八字的时候 你要沦落到这种情况吗 结果呢 你明知道你的八字不能用 但是你又舍不得放弃他 那就这样子只是害你而已 明知道不能用 又不能放弃他 你就知道你在帮人家批命的时候 都是在骗人家的 这样子这一种心理 你当然到最后 你会敢用你的八字吗 不会的 你根本不敢用你的八字 所以我常常讲 我们要去实证 由短至长 由近至远 先批个一年 你不要害怕一年以后 要来印证不对 不对才有修正的空间嘛 对了你才对自己有信心嘛 由近而远 不要批的长长久久 10年20年以后 批个今年 去年 前年 再看个明年会怎样 这样子去练八字 这样子在短期内 你一年可能批个 20个人 隔年这20个就要做验证了 你就会开始看 这20个 我到底对几个 各位就是这样啊 你只要过个两年 你就会大概知道你的水平在哪里 你会对自己 就有开始产生信心了 你就可以慢慢的 知道说 我的准度在哪里 我要怎么做修正 然后再来 我可以从一年批个两年三年 慢慢的去拉长 所以各位 这两句话 就是学八字 在做验证 由短至长 由近而远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